而今年的3月23号的大地震 震垮了台九线玉星桥 32根的玉立梁后 今天上午施工厂商展开了重新吊挂作业 因此从今天起到20号 盖路段暂时封闭 另外苏花改工程处和施工厂商 也特别针对了作业工法技术等问题 提高玉立梁临时支撑的抗震强度以确保安全 今年3月23号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 台九线大雨到玉立段 道路拓宽工程中玉星桥 柴钢吊挂放置的32根玉立梁 硬生断裂崩落 也使得整个工程作业全速归零 苏花改工程处与施工厂商无奈 事后只能咬牙重新来过 这个大概总重量多少 我们两侧的比较长 45公尺 因为要跨这个体外的防循道路 所以它两侧的长度是45公尺长 现在因为一台吊车在上面 一台在下面 那先把上面两侧都弄好了 才会到后续才会两步都下来 再吊中间 目前的规划是这样 经过六个多月的重整 今天施工厂商重新展开玉立梁吊挂作业 因此从今天起到20号为止 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4点半 该路段暂时封闭 也请乡亲民众改道通行 另外这一次吊梁作业 苏花改工程处和施工厂商 也遵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在今年5月颁布的 玉立PCI梁临时支撑技术指引规定 改采以钢构建作为玉立梁临时支撑 提高玉立梁临时支撑的抗震强度 待会就是把那个吊锁切开 就这一根大概就结束 就算人去临时签做个指撑 苏花改工程处指出玉兴桥原玉立梁 受0323地震断裂崩落 损失工程金额约5000万台币 连带工期也影响6个多月 现在重新展开吊挂 段长陈吉顺表示 这次若吊挂作业顺利完成 台球县大雨到玉立段 景观大道工程 预计将会在112年2月全面完工 记者是玉兰玉立采访报道